首先我要感谢节目组 虽然我知道很多喜欢我的人 可能有一些一难评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没有这一档节目的话 你们是看不到我的 你们现在更不会 看着坐在摄像机面前的我 然后 我们 行业内或者说所谓的娱乐圈 还是在某一个领域里边 坐在顶尖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多 然后节目里边一共有33位哥哥 我是很荣幸能成为这33分之一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应该的 好像我应该是33分之一 不是的 所以同理 我也没有人一定说 我就是最后的17分之一 所以我说的是要感谢节目组 然后以及感谢你们能够 通过这一档节目 看到我并且喜欢我 当然我也要感谢自己 感谢自己这29年来 所有一切付出过的努力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坚持 能够在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 收获一批喜欢我的你们 你看刚刚说50分钟的话 现在说几句感觉就可以结束了 每一次舞台 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都是在竭力的去想 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留下价值 其实一路走过来 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一点 就是最初我在爱这个作品里边 跟炫哥说的话 我不在意镜头到底给我多长时间 哪怕是只有10秒钟 我在意的是在这10秒里 我做了什么 我可以为这个舞台留下什么 为我自己留下什么 所以才有了后来好春光的人肉打鼓 才有了无所求的钻火圈 就是那个威亚 因为我其实很清楚的一点是 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只是去纯唱 或者说纯跳的话 我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 去跟大家比较的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差 我觉得在跳上在唱上 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我也有我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我也不会觉得 我好像做的比谁差 我从来没有认为过 我来这儿是比赛的 我在节目里边 其实说过很多次 当然最终没有被剪进去 但是我希望通过 属于我自己的镜头 来表达我的这个观点 来平定斩棘的哥哥 对我来说不是比赛 原因很简单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哥哥 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上 都是佼佼者 都是有所成就 甚至有一些哥哥出道的年限 都要比我长很多 那他们无论是在自己的领域里 还是在舞台上 都要比我有经验 然后也都做到了顶尖 所以我是没有办法 去跟他们的业务技能 他们的经历 包括他们的人气去比较的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我还是希望 真正能做到 所谓的披荆斩棘 这四个字 我没有在舞台上唱过歌 来到披荆斩棘 爱的舞台 其实是我第一次公演里边的 唱歌的表现 我非常希望能够做好 霍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压力也非常大 我也非常自责 甚至我有一度 看到网上大家对我的攻击 其实我是 非常难过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所谓的网络暴力 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 但是我想说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台前的人 理所应当应该承受的 你一句我一句 这些很伤人 带着刀子的话 是真真正正正的 会伤害到一个人的 我虽然因为破音这件事情 我很自责 但是我不会 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失败的经历 因为这是我在舞台上 唱歌的开始 这个开始也许不算完美 但是这个开始 给我奠定了一个 很好的基础 我也相信通过这一次 破音的经历 带给我无限的能量 让我知道 我已经破过音了 最坏的情况 我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不会在畏惧之后 任何一个舞台 让我唱歌这件事情 也请那些 每天抓着我破音的人 麻烦你们想一想 如果你们站在这个台上 你们可不可以 我相信 大部分会拿破音这件事情 攻击我的人 你们连上这个台的勇气都没有 然后 我 很开心能够认识这么多哥哥 但是我必须要很真诚的讲一句 就是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认为过 我来这个节目是要来交朋友的 但是交朋友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获 包括最开始来这个节目 我也有真的很傻的说过那句话 对着镜头说 我说反正我又不是来交朋友的 事实确实很打脸 我确实交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说那句话的出发点 其实是我觉得 我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啊 真的不是为了交朋友的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舞台 给自己更多的可能 让自己通过这个舞台 逼着自己去做自己 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所以 我开心交到了这么多朋友 有这么多哥哥 我们志同道合聊的来 并且私下我们也会真的相互关心 走进对方的生活 还有就是关于 所谓的大家好像很多人都很关心的 这个成不成团的问题 我现在坐在镜头前 你们坐在屏幕前看着我 我必须要跟你们说的一个很现实的是 也许你们看我光鲜亮丽 也许你们看我怎么怎么样 但是很多时候 你们忽略了一点 就是你们觉得我无所不能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你们有的所有的情绪我都会有 我确实必须要承认的是 来这个舞台能够走到最后 走完总决赛 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很多 我以及我的团队最开始对我来到 拼领斩集的哥哥这个舞台的设想 就是争三保二 所以随着二攻三攻四攻五攻 一直到了总决赛 其实远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但是在超出我预期的同时 我也一次次无数次的印证了我自己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做得更好 可以做到这个舞台上应该有的一个标准 那最终没有成团这件事情 最开始我也很清楚成团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成团最终对我来讲意味着 我人生的这四个半月的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为理想的人生这三十年来 付出的四个半月的努力 这四个半月其实是在考场 而为这个上考场之前做的准备 是我前二十几年做出的努力 那最终成团其实是我在考场交的一份答卷 但是最终可能没有及格 我不知道在谁的眼里没有及格 但是至少在我的眼里是及格的 当然很多人会说 不要在意那么多人的看法 我也知道我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但是当你付出的时间成本 付出的劳动成本都是一样的时候 你一定希望收获更多认可你 并且喜欢你的人 当然随之而来的会带来很多诋毁 你辱骂你的人 所以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 我是很了解的 我最难过没有成团这件事情 是我没有办法来解释 我不知道 就好像说有人说你做的不好 但是我会告诉你怎样可以做的更好 我找不到具体的原因 我只能说我是不是 我有怀疑自己了那么几秒钟吧 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但是转瞬即时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说一千到一万 你们有你们对我的评判 我有我对自己的评判 然而所有的评判 扪心自问下来 我认为是很客观很公正的 虽然是主观说的话 但是我是客观的看待自己之后 对自己的总结 就是理想你可以做的很好 而且你已经做到了 虽然你可以做的更好 那是未来要做的事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四个半月 所有的一切呈现 我认为你做的很好 那成不成团这件事情输在哪 不知道 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也许给不到一个解释 也许你们也给不到一个解释 我也不需要任何一个解释 但是这四个半月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风景 所有的收获 它是实打实的存在的 再次还要感谢节目组 因为如果没有你们 真的同意我成为那三十三分之一的话 我是不会有这四个半月的经历的 我在剧场投入了 我觉得可能是我人生的 至少有 至少二十多年吧 二十多年的生命是有的 我知道这二十多年的生命 我付出了之后 我收获了什么 但我觉得可以更好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我很享受 我做的事情掷地有生 可以得到回馈 这件事情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 理解我的想法 支持我的想法 至于我未来到底要走什么路 其实我刚刚答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享受在聚光灯下 在镜头前的工作 我希望我的每一份工作 都能给我留下什么 哪怕只是我在 网上可以翻阅到的一些资料 这些是我在剧场里做不到的 剧场我会一直都在 我要对喜欢我的粉丝们讲 作为 一个台前的工作人来说 一个在舞台上的 演员来说 你们是我工作前进非常大的动力之一 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叫孤方自赏 我不希望在我接下来的工作 还是只是在关起门来 自己觉得自己好 这件事情 在这档节目里边 你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鲜活跟立体的我 我可以保证的是在镜头前 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切的 不能说的 或者说 不太好说的 我可以选择不说 但是张嘴说的 都是真真切切的 所以 我们双方都应该很开心的是 我们 见证了一个 真实的人 一个鲜活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鲜活的人 一个有血有肉 血淋淋的人 也许他不是那么 讨喜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我喜欢自己 的这一份真实跟纯粹 敢想 敢说 敢表达 也许你们 也许有人不喜欢 但是 我想对那些不喜欢的人说一句 如果有一天 你们敢像我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你们会 更加舒适 尽管你们可能会 所谓的吃亏 但是我一直对吃亏的理解都是 我敢给自己机会去吃亏 就证明吃的这个亏 我不在意 不要对任何人的生活去平头论足 好像说 我看他就是很不爽 不爽你别看呀 不爽为什么还要看呢 可能有用一个字来形容你特别合适 但这个字确实不太方便在这说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啊 能说的我都说 不能说的我可以不说 但是你自己去理解是哪一个字 就是你们看到一个这么真实的我 我希望 我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学我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真实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 真实本身很可爱 也许真实呈现的样子不可爱 但是真实本身是很可爱的 如果你们觉得真实都不被接受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你们到底想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呢 虚伪吗 最后我希望所有陪伴我走过这四个半月的粉丝们 这些小飞象们 能够在未来的人生跟人生的道路上 无论你是学习还是工作 真正能够做到披荆斩棘 荆棘永远都在 是批不完也斩不断的 永远都在 但是不要畏惧它 不要退缩 不要怕 我觉得我还是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的给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小榜样 让你们看到这四个半月 我是怎么披荆斩棘的 我是怎么表达自己的 我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的前进 真正做到披荆斩棘 然后共同进步 很感谢你们这四个半月的陪伴 未来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走 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好 就这样吧 用这样的一个VCR来结束 这四个半月的一个旅程 我很满意 你们呢 拜拜 拜拜